小紅帽 大家好我是四師班 莊若蘭6號 今天我要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叫做小紅帽 很久以前有個小女孩 經常穿著外婆送給她的披件 戴連身的帽子 在外面玩 所以村子裡的人都叫她 小紅帽 媽媽就說 婆婆生病了 你幫媽媽帶點點心去探她 好啊 小紅帽第一次去婆婆家 她很開心 走 好餓 餓了很久都沒有吃 咦 看到有些美味的午餐 原來是一個小女孩來的 姑娘姑娘 你要去哪兒啊 大家的叫我小紅帽 我要去森林的婆婆家 婆婆生病了 我要帶點好吃的食物給她 大郎知道了 小紅帽在一個人去外婆家之後 就開始露出真面目了 咦 你想怎樣 咦 我要吃了你 咦 好餓啊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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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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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餓的大野狼 那隻小紅帽 吃啊 朋友們 我們要快點 舊小紅帽 扔些松果 在她的頭上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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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們救了我 不用客氣 路上請小心啊 雖然大野狼被小蟲鼠趕走了 但她的心還是覺得很不根心啊 咦 哼哼 我要去外婆家 吃了外婆先 跟著我就扮外婆的樣子 等小紅帽來到我們家之後 我就吃了小紅帽 狼去了婆婆家了 大野狼先把婆婆吃了 啊 啊 再爬上床上 穿著婆婆的衣服啊 嗯 當小紅帽來到婆婆KK的時候 咦 婆婆婆婆婆 我帶了點點心過來給你吃啊 乖算 進來吧 進來吧 好啊 我現在起床的了 咦 婆婆婆婆婆 為什麼你的耳朵這麼大呢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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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哈哈 一次過吃了兩個人 我的肚子實在太飽了 讓我去睡個午覺先 狼在裡面睡得很軟啊 但是在窗邊走過的獵人 聽到一些地寒聲啊 他就覺得了 嗯 他覺得好奇怪了 為什麼有這麼可霸的調寒聲呢 他進去看看 咦 為什麼大野狼會睡在婆婆的床上呢 大野狼的肚子裡還有些人啊 救命啊 救命啊 這邊就說 哦 原來大野狼把外婆和小紅帽吃了在肚子裡 快點救他們出來 獵人拿了一把很大的刀 切開大野狼的肚子 救回婆婆和小紅帽出來 耶 謝謝你啊 獵人 不想學去 獵人為了處罰大野狼 把石子放進大野狼的肚子裡 放在裡面 放在一起 再熟成大野狼的肚子 等他們醒來 我們要看一段 我們先走了 先走了 咦 為什麼肚子這麼重呢 我還覺得很口渴 祢 外面在下雨 不如我先出去喝雨水 先看看 啊 看到我的手 大野狼因為 土裝滿石頭 他還伸了頭出窗外 所以他就掉進窗裡 因為肚子大腫 獵人在大野狼的肚子 救我們兩個出來 嘩 這裡有這麼多美食 對呀,為了報答你們 我們做了很多食物給你們 謝謝 那我不客氣了 這次大野狼 真是 惡狼有惡報 嗯,贏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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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